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一部名人自传 书名叫《我一生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出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女性 身份非常多,她没读过大学 却出过27本书 是一位畅销书作家 她开过家具工厂,管理过学校 是一位小有成就的企业家 她还是美国著名的民权活动家 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 拥有大使头衔 今天,美国有 三、所中学、两个大学学院和一个镇 以她的名字命名 1999年 盖洛普民调公司发起了一项美国人心目中的 二十世纪伟人调查 本书作者位列第九 排名居然比丘吉尔、甘地和亨利福特还靠前 铺垫了这么多 你肯定迫不及待要问了 这位作者叫什么呢 我来告诉你 她叫埃利诺·罗斯福 一听这个名字 你多半已经猜到 她跟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有亲戚关系 没错 埃利诺·罗斯福 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 不仅如此 埃利诺的大伯西奥多·罗斯福 也当过美国总统 她是两位总统的至亲 听了这段介绍 你对埃利诺的自传 印象可能又不一样了 你会想 一个政治世家的后代 一位美国第一夫人 她的故事 对我这个普通人 能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有两位罗斯福总统加持 她还不是想干啥 就干啥 你甚至会怀疑 埃利诺能出书 做公益 当大使 根本就是沾了 伯父和丈夫的光 她写的自传 没准也是高高在上的 凡尔赛提小作文吧 说实话 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 也有过这种担忧 但读下去之后 感受立马不一样了 原来 埃利诺虽然出身名门 但 十 岁就父母双亡 成了孤儿 小时候 她没有闺蜜 也没有玩伴 个性非常压抑 二十一 岁嫁给远房堂哥 富兰克林之后 她立马就生了 六 个孩子 整天为了家庭琐事 忙里忙外 更要命的是 没过几年 年轻有为的丈夫 还得了脊髓灰之言 成了残疾人 埃利诺罗斯福自己讲 她在 三十三 岁之前 是既没有事业 也没有自我 财务还不独立 我们普通人 尤其是女性 在青少年时代 会面临的挑战和磨难 每一样她都不陌生 都能感同身受 所以 这本我一生的故事 讲的其实是一位 二十 世纪初的女性 从零开始探索自我 最终活出精彩人生的经历 为了取得财务独立 埃利诺要对自己的长辈做抗争 要让他们正视时代精神的变化 为了建立自己的事业 她要广泛结交朋友 走进陌生的底层社会 了解美国大众的诉求 她甚至要改变美国第一夫人这个角色 不是充当小螺丝福的陪陈 而是作为总统的助手 顾问和大管家 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大半生的探索中 埃利诺学会了开车 玩枪 装修房子 她既能作为主人 在白宫招待各国宾客 也能孤身一人飞往二战前线 慰问美军将士 更重要的是 埃利诺的眼中 不只有她自己 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 帮助更多美国女性获得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还积极致力于世界和平 作为外交特使调解冷战期间的国际纠纷 这也是她在美国至今 享有崇高声望的主要原因 不仅如此 埃利诺·罗斯福还是一位真诚的写作者 她从中年时代起 就在报纸和电台开设专栏 后来还出书 接广告 但她做这些事 并不是为了孤民钓鱼 而是要通过文字和语言 告诉当时的美国妇女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独立 更有尊严 怎样才能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实现平衡 甚至是怎样投票参政 而这本《我一生》的故事 是埃利诺·罗斯福在 77岁正年写完的 浓缩了她一生的经验和智慧 原书虽然1961年就问世了 但光在美国就再版了四次 2023年又被翻译成中文 相信这部历久迷新的自传 一定能带给你直面生活考验的勇气 接下来 我就分三部分 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埃利诺的青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她是如何萌生为自己而活的念头的 在第二部分里 我会带你了解 婚后的埃利诺 是怎样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求取平衡的 她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做了哪些事 最后 我还会为你回顾 埃利诺在二战前后有哪些经历 她是怎样扮演好外交使节这个角色的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在你的想象中 19世纪末纽约的富家小姐 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这个问题 乍一听还真不好回答 因为她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远了 但我们可以凭常理推断 既然是富家小姐 那一定没有生活压力 吃穿住用都是当时顶级的 她多半生活在庄园式的豪宅里 没事就上街买买买 或者出国旅行 到了18、9岁 她会开始参加社交舞会 找一位同样出身显贵家庭的少爷 递结门当户队的婚姻 至于我们普通人关心的问题 从升学、择业到买房、养老 她是统统不用操心 家族里的长辈会为她打点好一切的 不过 本书作者埃利诺·罗斯福的经历 却和这种想象不大一样 当然 说她是纽约民怨 并不夸张 1884年 当埃利诺出生时 纽约的哈德森河畔 到处都是他们家远近亲戚的房产 她的父亲埃利奥特·罗斯福 是一位大富商的儿子 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四处旅行 去西部打野牛 去印度捕猎老虎 但埃利奥特在家里 还没什么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妻子安娜豪尔 家世还要显赫 安娜来自纽约最古老的豪门之一 利文斯顿家族 美国独立宣言的签字人里 就有两位是他们家的祖先 埃利诺出生的时候 她母亲的家族 已经有两代人不用工作了 他们靠继承遗产 收租和金融投资 就能过得很好 反倒是南方罗斯福家族 因为发达的时间不够长 有点被女方看不起 所以 埃利诺从小是和母亲 外婆一起生活的 罗斯福这个姓氏 在她的童年时代 并没有起多大的加持作用 埃利诺讲 她的父母这两个人 有三项突出的特点 首先 他们都没有镇静职业 父亲埃利奥 18岁就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 相当于今天的200万美元 从此变得游手好闲 母亲安娜呢 是家里的长女 同样过着灰金如土的日子 在纽约 她们的头衔叫做社交名流 主要工作就是旅行和办舞会 内心非常空虚 其次 埃利诺的父母 都很以貌取人 安娜是当时纽约著名的美女 埃利奥特也以英俊著称 她们十分挑剔 其他人的长相和异态 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很刻薄 这方面 埃利诺就很吃亏了 因为她从小就长得男性化 大个子 厚嘴唇 包牙 母亲经常拿外貌取笑她 五六岁的时候 母亲就对她说 你怎么老是板着脸 那么严肃 以后我管你叫奶奶好了 这个绰号 让埃利诺非常自卑 第三个特点 是她们责任心都不强 埃利奥特是个酒鬼 一辈子没学会理财 跟她的总统大哥西奥多 完全是反例 安娜虽然稍好一些 但活得也很随性 家族积累的财富 已经有了坐吃山空的危险 埃利诺后来反思说 她的父母其实都很聪明 但因为没有人要求他们 对生活负起责任 优秀的天赋 最终没有转化成任何才能 当然 这些反思 是埃利诺在很久以后才形成的 童年时代 父母对她很宠爱 一家人称得上其乐融融 但她 八 岁这年 风云突变 母亲染上白猴去世了 接着 长期酗酒的父亲出现精神问题 被送进疗养院关了起来 两年后也死了 十 岁的埃利诺和两个更小的弟弟 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他们被外婆玛丽收养 祖孙两代人开始相依为命 埃利诺对外婆的感情非常复杂 一方面 这是一位规矩很多的老人 她希望把孙辈培养成无可挑剔的淑女和绅士 所以态度总是很严厉 另一方面 外婆对真实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她觉得外面充满了危险 老想把孩子们关在家里 埃利诺自己讲 她在外婆家 过的是十七世纪的生活 住的虽然是大别墅 但没有店 每周只能洗一次热水澡 厨房也不通煤气 做饭烧的还是柴火 外婆倒是不反对埃利诺上学读书 但除了学校和教堂 不允许她去其他地方 埃利诺讲 当时她仅有的玩伴 是家里的佣人和几个姨妈 每天还要担心被外婆训斥 所以非常自卑 就这样 外婆还觉得她过得太轻松了 于是在1899年 把埃利诺送去了英国伦敦的一所寄宿学校 那一年她才15岁 一个内向自卑的孤儿 突然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 进入一所规矩更多的女子学校 那感觉当然不会太好 但埃利诺反而觉得收获很大 因为女校的老师们是真正的职业女性 是一类和外婆截然不同的人 这给她提供了新的人生榜样 在学校里 她学会了德语和拉丁文 开始自己写文章 假期就跟老师去瑞士和法国游玩 埃利诺讲 她知道自己的生活阅历很贫乏 所以非常愿意倾听他人的谈话 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这个习惯 让她受益终身 然而英国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 因为按照纽约社交圈的规矩 大家族的女孩一满 18岁 就要在社交舞会上亮相 接着结婚生子 成为家庭主妇 埃利诺的外婆和母亲 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但埃利诺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 她渴望接触真实的美国社会 也想拥有自己的事业 于是她找了两份兼职 一是给纽约贫民窟里的孩子当体育老师 二是给妇女消费者协会当调查员 那段时间 埃利诺第一次走进服装厂和百货公司 第一次知道 那些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女孩 从15、6岁起 就要在缝纫机和柜台后面 卫生计忙碌 她最初的女权意识 就是从这种反差里产生的 不过 埃利诺还是很快结婚了 原因也很别扭 她越是接触社会现实 就越是希望 尽早离开外婆控制的原生家庭 但她又不想让外婆伤心 于是打算走一条最传统的路 通过婚姻从家里搬出去 搞笑的是 因为外婆从小把埃利诺关在家里 不让她接触其他阶层的男孩子 她连个恋爱对象都没有 只能在亲戚里物色未来的丈夫 这一招 就找到了远房堂兄 富兰克林罗斯福 富兰克林比她大两岁 两个人从小感情就很好 当时富兰克林正在哈佛大学读书 她也希望组建自己的家庭 于是 两个人压根没怎么镇静谈恋爱 就在1904年定了婚 一年后正式举办了婚礼 埃利诺在书里讲 她刚刚步入婚姻时 根本不明白什么教爱 也不知道怎样做好妻子和母亲 结果 她刚刚摆脱外婆的控制 就被婆婆拿捏住了 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 又是一位强势的家长 她在曼哈顿的繁华地段 给小两口盖了两栋连排别墅 自己住在隔壁 每天过来指点儿子和儿媳的生活 还催着埃利诺赶紧生孩子 从1906年到1916年 埃利诺玛不停蹄地生了6个娃 离她期待的独立生活越来越远 有一回她情绪失控 抱着丈夫哭诉说 房子是别人盖的 生活是别人做主的 我什么力都没出 每天就是在家坐着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上 一位精神导师出现了 1910年 富兰克林开始从政 她聘请了一位名叫路易斯 豪的政治顾问 豪做过记者 比罗斯福夫妇大十几岁 社会阅历很丰富 她不仅尽心尽力辅佐富兰克林 还鼓励埃利诺走出家庭 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巧的是 1917年 美国加入了一战 富兰克林当时是助理海军部长 工作非常忙 埃利诺也想为国家做点事 就参加了红十字会 平时在华盛顿的红十字会食堂做饭 周末在伤兵医院当义工 每天七点多就出门 凌晨才回家 她讲 自己活到33岁 才终于发现 人是有无限的潜能的 同时扮演好一家之主 母亲和职业女性的角色 虽然不容易 但绝对是做得到的 于是 从这一年开始 埃利诺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刚刚我们回顾的 是埃利诺·罗斯福 33 23岁之前的人生经历 到这时为止 她虽然有了独立自主的念头 但实践的机会并不多 不过 考验马上就来了 1921年夏天 富兰克林·罗斯福 意外患上脊髓灰之炎 双腿瘫痪了 当时她只有 39 岁 政治生涯刚起步 就遭遇飞来恨火 整个人变得极为暴躁 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 一方面心疼儿子 另一方面控制于幼起来了 坚决不听医生的话 要把儿子接回家照顾 家里的孩子看到爸爸 变得喜怒无常 非常害怕 别墅外头 还老有小报记者在蹲守 希望拍到病人的照片 这样的事情 落在谁身上 都足以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但是 1921年时的埃利诺·罗斯福 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 去面对挑战 他问丈夫的主治医师 我们家属 能为病人做点什么 医生回答说 瘫痪是不可逆的事实 但富兰克林的人生路还很长 应该让他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 哪怕累一点 也好过就此一蹶不振 于是 埃利诺建议丈夫在休养一阵后 接着出门工作 他自己把几个孩子安顿好 就开始配合医生 帮丈夫做理疗 为了这件事 埃利诺跟婆婆吵了无数假 因为萨拉希望富兰克林就此退休 别再操劳 在埃利诺的坚持下 富兰克林给自己的臀部和小腿 带上金属支架 试着主拐行走 恢复了一部分运动能力 心情也好了很多 他随后就找了家银行上班去了 埃利诺在人生中 第一次靠自己的勇气 拿回了家庭主导权 不过这还不够 富兰克林是重返工作岗位了 埃利诺却还没有自己的事业 他该做点什么呢 这个时候 另外两位导师出现了 他们都是女性 一位叫迪克曼 是纽约一所中学的副校长 另一位叫南希·库克 是个老师 迪克曼和库克 都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他们告诉埃利诺 美国妇女在一战之后 已经有了选举权 但是 大部分底层女性 连怎么投票都搞不清楚 也不了解妇女参政的意义 帮助妇女提升参政意识和社会地位 这就是很有意义的事业 埃利诺一听 有道理 于是自告奋勇 当上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妇女代表 在老朋友路易斯好的帮助下 埃利诺开始学习写演讲稿 在政党会议上发言 渐渐搞清了美国的党派政治 是怎么一回事 换句话说 埃利诺的政治意识 不是靠丈夫启蒙 而是自己在实践中琢磨出来的 这一点在美国的第一夫人里 称得上凤毛麟角 当然了 开开会 做做演讲 这样的职业多少带点玩票成分 埃利诺真正做成的大事 是另外两件 罗斯福家族在纽约南部的瓦尔基尔有块皇帝 富兰克林一直想在那里盖个度假屋 但埃利诺想得更多 1927年 他找来自己的闺蜜团迪克曼和库克 在荒地上开了一家家具工厂 还给自己造了一间办公室 这样一来 瓦尔基尔就变成了一块社会试验田 附近的农民开始来这找工作 埃利诺也有更多机会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 同样是在1927年 埃利诺和两位闺蜜还买下了迪克曼任教的中学 自己当起了老师 他每个星期给学生上两天办课 讲美国历史文学和实事 坚持了六年 埃利诺的演说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 也磨练得更加炉火纯青了 开工厂当老师 还不光是个人事业 他们间接帮助埃利诺实现了财务独立 前面我们说过 埃利诺和富兰克林 婚前婚后都不差钱 外婆每年会从家族遗产里 给埃利诺8000美元 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12万美元 富兰克林也有遗产可以支配 但是坐吃山空 终究有到头的一天 埃利诺家的遗产 到他30多岁时 已经快见底了 富兰克林家的房产 每年要交的税也不少 两个人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 巧的是 在当时的美国 妇女自己开工厂 办学校还是稀罕事 埃利诺的事业 在纽约打响名气之后 迅速吸引了美国其他地区的注意 渐渐地 开始有妇女团体和地方政府 邀请他去演讲了 报纸和电台也请他写文章 上节目 这些都是有报酬的 虽然埃利诺不靠这些收入致富 但他终于摆脱了靠遗产过活 永远在家族庇佑下生存的日子 他后来做慈善 搞公益 花的也是自己挣的钱 注意了 埃利诺做这些事的时候 富兰克林还在银行上班呢 虽然罗斯福这个姓氏 的确为他的事业创造了许多便利 但归根到底 还是靠他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进取心 不 1928年 事情起了变化 富兰克林重返政坛 选上了纽约州州长 埃利诺也多了一份新工作 当时 纽约有许多医院和学校 设施需要升级 但富兰克林腿脚不方便 没法去实地考察 他让埃利诺化妆成记者 帮他调查这些地方的真实状况 看看官员们有没有夸大其词 埃利诺自豪地说 在当时的纽约 他就是最专业的调查记者 当富兰克林在 1933年就任总统之后 这些技能帮上了大忙 要知道 1933年10的美国 正处在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下 普通人的生活非常艰难 但富兰克林行动不便 去不到每一个角落 他希望埃利诺充当自己的腿和眼睛 帮他了解美国社会的真实需求 埃利诺这个钦差 当的也是有母有羊 他腰里别着手墙 肩上跨着照相机 只带一两个随从 开车去到破产的煤矿 荒芜的农庄和乡村学校 做了将近一年的社会调查 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保障法 和国家产业复兴法 就和埃利诺提供的素材有关 当然 埃利诺远不只是丈夫的替身 她自己最关心的 还是美国妇女的地位 和年轻人的成长 埃利诺认为 假如妇女永远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永远没有闲暇 他们就没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 也没法提升个人价值 在她的倡导下 罗斯福政府呼吁美国各行各业 为妇女提供更多的白领工作机会 二战前后 美国的电话公司 银行和政府机关 都增加了女性雇员的数量 这和埃利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时 请埃利诺做演讲 出书 写文章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多 每年能带给她 七万五千美元的收入 相当于今天的 一百八十万美元 埃利诺觉得 这些钱主要是冲着第一富人的身份来的 自己拿的不踏实 于是 她把个人收入捐了出来 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为一些州的贫困儿童提供营养午餐 她还自己出钱 为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废弃矿区建造了新房子 并在那里开设食堂和工厂 不夸张地说 从埃利诺·罗斯福开始 美国第一富人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她不再只是总统的陪衬 而是具备了更强的公共色彩 以女性社会活动家的角色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对埃利诺的这些努力 罗斯福总统基本都给予支持 不过 这对夫妻的关系 也不总是亲密无间的 埃利诺在自传里含蓄地透露 她并不喜欢天天待在白宫 一有闲暇 她就去到瓦尔基尔 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其实 这是因为罗斯福总统有婚外情人 关系还维持了好多年 隐瞒这个细节 当然是埃利诺的个人选择 但正因为她是一位独立女性 有自己的事业 才没有陷入怨妇式的纠结 而是和丈夫保持了相互尊重 相互扶持的伙伴关系 在她的眼里 不光有丈夫和家庭 还有美国 甚至整个世界 刚刚我们回顾的 是埃利诺·罗斯福 开拓个人事业的经过 当然 她同时也是白宫的女主人 要为来访的各国贵宾 安排仪式和晚宴 对这些繁文入解 埃利诺其实并不怎么感冒 她抱怨说 自己本来是一个不讲究穿戴的人 做了总统夫人以后 每年要花好几千美元的私房钱 做各种礼服 平时又穿不上 着实很浪费 不过 这种奢侈并没有维持很久 因为二战爆发了 埃利诺现在又多了一项新使命 作为总统的外交特使 访问欧洲盟国 甚至战争前线 说起罗斯福夫妇的战事角色 他们是有明确分工的 全国讲话和颁布法令 当然由富兰克林自己负责 埃利诺呢 有自己专属的新闻发布会 出席的全都是女记者 她很少讨论大政方针 聊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怎样给兵工厂的女员工 开设幼儿日托班 怎样培训更多飞行员 怎样为黑人士兵 争取更多权益 在外交场合 埃利诺也很少抢风头 当罗斯福出席开罗 雅尔塔峰会 跟丘吉尔 斯大林商讨世界秩序时 埃利诺从来不陪着 她认为在这种时候 丈夫要集中精力研究 最棘手的问题 自己在旁边晃悠 只会添乱 她给自己选择的出访地点 都是罗斯福很难去到的地方 比如刚刚走出轰炸阴影的 伦敦 太平洋战线的后方基地 澳大利亚 以及二战中最血腥的战场之一 瓜达尔卡纳尔岛 注意了 埃利诺做的 可不是今天的豪华专机啊 就是普通的军用运输机 因为她不是公职人员 她还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 出访期间 撰写的所有专栏文章 稿费都捐给美国红十字会 就当是自己掏了机票钱 1945年4月12日 罗斯福总统因为脑溢血去世了 埃利诺在悲伤之余 做出了一个极有气魄的决定 她自己只保留 瓦尔基尔的小房子 夫妻俩的其他房产 都捐赠给美国政府 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正当她打算稍微修整身心 重新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时 新总统杜鲁门 发出了一份特殊的邀请 她提名埃利诺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请她利用自己的影响 同步日更威富富时S 警方二手力 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工作 今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就是由埃利诺主导创建 并担任创始主席的 在自传里 埃利诺谦虚地说 她不是法律专家 对外交谈判也不精通 自己唯一擅长的 是抛开那些冷冰冰的法律条文 鼓励不同国家的代表 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求同存异 这种公正平和的态度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尤其难能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 埃利诺对二战期间 英勇抗击侵略的中国人民 怀有很深的敬意 1957年 她一度打算访问新中国 不过被美国国务院否决了 但埃利诺还是穿过铁幕 两次去了苏联 也访问了南斯拉夫 印度和伊朗 在她眼里 美国并不是国际政治的标准答案 其他国家的探索 同样值得尊重 在美国国内 埃利诺也继续致力于 男女平权和种族平等 直到她本人在 1962年去世 今天 瓦尔基尔的小屋 已经被改造为 埃利诺罗斯福国家历史遗迹 纪念这位度过了 传奇一生的杰出女性 好了 关于这本 我一生的故事的主要内容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埃利诺罗斯福自己讲 她这一生 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就是凭着一股踏实劲 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坎 其实 仔细想想 她那些个坎 都是自己选的 她本来可以在锦衣浴室中度过一生 却自己选了一条更崎岖的路 她本来可以把做决定的重担 留给丈夫和婆婆 却自己选了更艰难的远方 但这种自找苦吃 还坦然承受代价的气魄 不正是我们禁 中埃利诺罗斯福的原因吗 用埃利诺罗斯福自己的话说 总有那么一些人 把自己一两代人享有的荣光 视为天经地义 迫不及待要和那些勉强糊口的人 划清界限 但幸运不会太持久 命运之轮也可能反转 真正靠得住的 还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 这些素质 包含了勇气 责任心 独立的人格和行动力 他们也是埃利诺罗斯福 这位女性先驱 留给我们所有人的精神遗产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